第七 第八集 歡迎大家回到最新一集 我們今集又再繼續講 星球大戰 Asuka 電視劇第七第八集 解讀 今集除了我有我 Kobe 之外 還有Alpha 大家好 好啦不說太多了 我們直接開播 有少許話說回來 多謝所有聽眾喜歡 這個星球大戰 Asuka 系列 我們收到很多訊息和留言 我們都會盡量會做回星球大戰系列的事情 有聽眾問今時今日的 Asuka 是否已經 跟Elecan 打過平手 或者比Dark Vader 厲害呢 嗯 這個我們留在跟Vicky開這個批鬥大會的時候 你才再 批鬥大會 根據我們書上有的文字資料 那些我們做個推敲 好 第七集 第七集的題目 Dreams and Madness 其實我們上次說過了 夢與狂 對 貝倫形容 Peridia 這個地方就是夢和瘋狂的景地 嗯 那今集就用這個來做一個題目 那今集的導演就是女導演來的 Gita Patel Gita Patel 是一個獨立電影出身的導演 他應該成名作就是和他弟弟一起做的一套 一套 那就是2014年的 Mita Patel 嗯 但是他之後也做過很多流行電視劇的導演 有 最出名的大家看過就是2022的 House of Dragon 其中有一集是他負責的 那他本身也有寫作 寫作的意思就是電視劇本的寫作 嗯 那第七集一來到就是宮廷會 我們以為聚了Peridia之後就不會再回來 誰知道原來在 是 頭頭那裡都還回來我們的宇宙 就見到Hira和金老闆 是 老市上出現的金老闆 在開會 Saneta Siono的演員真的做得不錯 真是想埋去扯他兩巴 是衝他一下 是 參議員這些角色在小說裏都有的 對我們英雄做的事情 保留一個批判和懷疑的態度 這些在小說裏都是有的 是 但是這裏就做得特別出色的 我覺得真的要賺 沒有想過他會這麼出色的角色 是啊 是啊 很短的攝影時間 但是很出色的角色 做得非常好 嗯 金老闆也確認了一件事 就是現在Azoka的時間 究竟在新共和國的時間 是哪一個點 現在我們在宮廷會上 已經去到Mandororian Season 3 完了 換句話來講 金老闆參加Hira這個 在這個老闆的任務之前 其實Mandororian第三季已經完了 即是發生完第三季 第三季接著 因為他提到Move Gideon 在曼特羅星的基地爆炸 是軍閥事件 是的 他認為不是一個有組織的帝國殘餘勢力 只是偶化性 一些分析一個軍閥事件 我們當觀眾 當然知道他錯得離譜 Mandororian第三季後面 見過他們 其實是一個帝國殘餘軍閥的 原作會議 是 另一個亮點就是 有特別嘉賓 有我們最喜歡的CVPO出場 是 Anthony Daniels 就回來客串 他真人演出 不只是做聲音 裡面真的是他本尊 其實沒想過 現在還找真人 做CVPO角色 我有想過其實是否是 CVPO角色 我初時都以為是 不是他真人 雖然是他的聲音 他只是配音 但後來原來不是 看資料原來他真的 在這個場面裡面 是他真人參與演出的 是的 他自己在 不知他Twister還是IG出了相片 是 這個非常之有愛 製作組 特意找回他回來 還有 由CVPO把聲交代了 公主的故事 是扔下去 現在發生的事情 所以有人問 為何既然 又不出公主呢 我們上一集 已經有提過 Senator Organa 我們也有談過的 有一個解釋 其實公主大約桃 就準備生 生個臭小子 所以 不出場是正常的 下一場一轉回去 就看到Ahsoka 正在操作 究竟去Piridia 這個旅程要多久呢 我們有一個 鼓算 可以聽回Hyperspace 那一集 我們做了一個 用一些文字的資料 以往EU用的文字資料 以及我們在電視界裡面 看到的東西 做了一個大膽的鼓算 科學解讀 藝科學解讀 藝科學 藝科學 在這場戲也看到 基本上有很多時間 要打法 那就不如連劍吧 是吧 在練劍的期間 他就重演Elegant 這一段Hologram 其實Elegant 在這裡 真的是Hayden Christensen 再演出 但經Elegant的口中 說出這段對白 其實完完整正 在Tales of the Jedi的故事裡 我們已經聽過了 這只是經由 Hayden Christensen的口中 再讀一次出來 是 我們提到很多 Vantress Kanduku General Griffith 這些名字 大家都不陌生 看來 Asuka 好好保存 他說他有20段 這些錄影 其實是 在Rebos裡面也看過 這些錄影 Elegant的錄影 是呀 出過的 Asuka就跟Ezra說 如果你跟著他這些 網上教學 會有進步 然後他這個網上教學 來練習 會有進步 不知道是否將這些錄影 傳送到Hologram 還是本身的Hologram 裡面已經有 這些是 那個年代 Padawan的標準教材 Elegant 作為一個 絕地聖殿裡面的 第一號劍手 科程 對 可能是一個標準的課程 每個JedaHologram 裡面都可能有 但也不是第一次看到的 還是本身 因為 在打仗 當年 Elegant教了Asuka 當時 是在打仗 有時候 我們看Cone War卡通 有時候 其實他們是分開 兩個地方 在執行任務 其實會不會是 本身已經錄了這些片 是讓Asuka 去其他地方的時候 他都可以繼續去練 沒錯 沒錯 對 所以其實有百種位置 對 Asuka保持得很好 他有一個木盒 保持著這些 錄影帶 錄影帶 對 但這些東西 如何滲透到Order66 這個又是 文號來的 不過算了 不要想太多了 不要想太多了 他們在超空間 一出來就遇上了 機雷陣 那為什麼機雷陣 他又知道擺在那個位置 其實上次超空間 那個雜數 我們沒有說到 其實每一個超空間的出入口 在一個星的重力範圍裡面 其實就是限定在那個位置 由一個到三個不等 所以你如果在那個範圍 擺了機雷陣 出來撞到的機會 都是百分百的 基本上 還有這幕其實是很熟臉口 致敬星球大戰第五集 第二個反擊戰 我覺得好像是千歲鷹 飛進去避 Star Destroyer那段 舊隕石上面有隻怪獸 有一條蟲 他們飛進去那個洞口裡面 其實是在那條蟲的洞口 口裡面那一幕 接著就是 胡陽教授烏嘩口 這個很好笑 他其實加入了很多很緊張的場面 但是他適時又加入了一些對白 令氣氛緩和了 又輕鬆了 他有很多這樣的位置 整套阿蘇格這件事 不過也是等我批刀大會的時候 我們有阿Wiki在這的時候 可以再說多一點 接著來到索隆元帥 索隆元帥最喜歡做什麼? 足旗 你看到他在那個旗盤上面 看著整個戰況的發展是怎樣 這個其實就是 我自己覺得 這個其實是 Dave Ferroni 根據Timo Filsen 口術他怎樣去創造索隆這個角色的 一個情節 將他還原出來的 因為Timo Filsen提過 他究竟怎樣去創造索隆這些 硬是要走前人一步 好像足旗 他就真的用足旗來形容 想像自己前面的旗盤 索隆走一步 接著他又反轉旗盤 將自己扮成索隆的敵人 又走一步 接著他又反轉旗盤 又等索隆走一步 如是者這樣 將旗盤推移 接著現在Dave Ferroni 將這件事 視像化了 在大家眼前 所以你看到在後面的場合 你也看到旗盤的場景 也像風巢格一樣 像我們捉的戰棋 作為星球大戰迷來說 都很開心看到這件事 另一個焦點就是 當索隆由摩根手上 接著Datapad 看到Ahsoka的師傅 原來是… Elegant General Elegant Skywalker 索隆的臉 即是… 焦了 有個表情 嘩… 為何他會有這個 嘩… 的表情呢 其實索隆和Elegant Skywalker 是有一段歷史的 Kong Wars的年代 這個就要看回小說 Temovie Sang 我們上次沒有介紹過 Temovie Sang那本小說 第一本就是Front 這個有漫畫 我們上次介紹過 第二是Alliance 這本小說就是 索隆和Elegant Skywalker的歷史 這是第八集待會兒再說 但至今 大家的觀眾都知道 他們兩個人真的有一段歷史 不是強行… 砌出來 砌出來的 索隆小說這裡不說太多 留待第二天 我們開過節目 說索隆的時候才說 但也可以聽回我們之前說 茶米拉的節目 我們也有提到的 如果想知道多少少 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場下一轉 我們就看到Sabine和Ezra 我們知道 Zep原來是做了教官 因為我們在Mandallorian 第三季見過Zep 現在我們知道 酒吧那場戲 現在我們知道 原來Zep是訓練新人 這個挺有趣 但Zep的身材 坐甚麼戰機才適合呢 這裏未交代一下 我原本是有點期待 Asuka到電視劇會不會出發 誰知道是沒有 下次可能有 一會兒我們說 可能Mandallorian第四季會有 是 那在這場戲裏 Asuka就嘗試透過The Force 去摸Sabine 嗯 又被她摸到 Sabine有反應 即是Sabine 真的開始接觸到原力了 如果大家聽眾 有聽我們上兩集 說超光速飛行的話 亦都解釋了Sabine 被人困在監倉 都應該不短時間 如果她自己一傢伙 沒有東西做在裏面 練FORCE 感應原力的話 到她出來的時候 開門那一下 用到FORCE 其實是不期的 冥想 不停在冥想 對 她不停冥想 不停在練的話 對 所以女巫會聞到她有浸脆 她還在看 我們一路再下去 可以看到 但由於Sabine 跟Asuka 透過The Force 有個聯繫 女巫就憑她們 透過The Force 這個聯繫 就找到Asuka 在隕石帶的位置 很有趣的聯繫 聯繫 所有東西都像骨牌一樣 一個推一個 其實 就不是隨便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Azwar的裝束呢? 嗯 Azwar這套套裝 其實很熟臉 在哪裡見過呢? 如果大家是電影迷的話 我想你可以說得出 應該就是 查爾登希士頓 在十屆裡面的造型 的確是非常相似的 致敬很多東西 除了魔界之外 還有很多電影不同 很多經典電影 一些元素都拔出來 我們上次還說 Azwar下集 不知道會不會分紅海 是呀 即是你出了之後 那天還發訊息 下一集應該分紅海 是呀 好笑 但留意了 Azwar裝束中間那件 鎖子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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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放大來看 其實是一塊一塊的 網上的人推測 會不會那些一塊一塊 串在一起 其實是Stormtrooper的狗牌 用Stormtrooper的狗牌 串在一起做鎖子夾 未有證實的 但網上大家有這樣的推測 有趣 對 很有趣 我覺得他這個造型 留在那些鬍子 真是查爾登希士頓 摩西 但其實很辛苦 你覺得他這十年 其實是不停地走 是呀 油木的方式 因為他又要保護原居民 我當那些 寄居是原居民 他又保護他們 同一時間又要避 這個也有趣的 他們流放在一個星球 其實沒有工業 住的那些屋 又是反重力的流動 流動住宅 旅行車 他們這些科技 是從哪裡來的呢 還是不停有人 其實是困在這個星球 不停有人來 但又困在那裡 不停有人來又困在那裡 他們帶著那些科技 就流落了這個星球 撿回來 不停地去 這個不知道 暫時未有解釋 阿蘇卡就去找他們 貝倫就擋在阿蘇卡 和他們中間 有一場很激烈的戰鬥 但這場戲 看到阿蘇卡 就回來了 真的 阿蘇卡打不打的人 貝倫呢 其實很多人問 我覺得是打不贏的 真的 貝倫真是很高下的 但他選擇了不是死鬥 他選擇了是離開 我不夠打的 我保存實力 我叫保存實力 不用一定打贏你 對 總之我拖到你 合適的時間 離開 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 就行了 其實看回阿蘇卡的套路 他用雙劍是靠速度的 一路都是 由空瓦斯動畫年代到現在都是 他不是靠力去壓到對手 這件事在後面 第八集我們看得到更多 不過現在我們先 skip到這裡 匯仰教授來幫他一把 他就越過了貝倫這個障礙 提到貝倫 又不可以不說阿蘇 之前有一場戲 我們知道貝倫要和阿蘇分手 說了一句話 就是你以後應該在帝國軍裡面 是有這個 他想是在索隆身邊的位置 但是阿蘇就 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很想的 我不知道是因為有女巫 其實是 他好像很害怕女巫 他不是很想離開他師父 我有種感覺 他很想跟著他 他不是師父來不來嗎 但是貝倫肯定有自己的 東西去追求 即是上次我們這個 這個毛澤任 古古古那裡 我們提過 貝倫明顯是 心裡還有一些盤算 但是他最後阿蘇離開他之前 他也給了一些忠谷阿蘇 就是說這個欲速不達 你經常想要贏的話 你就會輸 接下來那場戲就是 很魔界 不知道大家看的時候 有沒有感覺 這個山賊可以追逐 那些原居民的時候 就好像魔界Twin Towers裡面 其中一幕是那個 其中一幕 其中一幕是那個 他們逃走到Helm Steep的時候 被一些奧客坐著 狼也是這樣追 那裡我覺得真的很像 真的以為自己看了魔界 很致敬 很致敬 那些狼也很像 魔界裡面也是坐著 這些戰狼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Shin那隻狼 是靈靈的白色的 總是 David Filoni總是有關照Shin 我覺得很特別的 很友善 而且你剛才說 為何經常用狼 是致敬這個 幽靈公主 對 因為David Filoni 是很喜歡 龔其進的幽靈公主 狼那件事 我相信是很受 幽靈公主裡面的畫面影響 風格也是 你發覺 Azoka這套電視劇的風格 是偏向神話的感覺 這個又要留批鬥大 會和阿福談一下 有Storm Trooper來幫忙 他們用無人機 讓索隆可以看到整盤棋是怎樣捉 推演是怎樣的 那個drone其實 我們經常在Rebels看到 以前出過的 就不是新的 但又再一次看到索隆的棋盤 留意到為何Bailon不在 他可能看不到Bailon 其實是跟Asoka在打 但Asoka來到增援的時候 當我們以為阿線佔了上風 Asoka忽然之間殺出來增援 索隆有一句說話 你不說我以為是看以前Jedi的 戰鬥 Jedi of the Old 他何時看過Jedi的戰鬥呢 這個又要上去 我們剛才提過那本小說 但後一部才說 索隆是見過這些戰鬥 因為Asoka來到 戰鬥就反轉了 索隆覺得沒有需要再拖下去了 就召回所有白兵 但索隆亦都 Morgan說很可惜 索隆說我不是這樣看 我覺得我贏 索隆其實是想阻止他們 他想贏那樣東西 不是我要堆壞你們 總之我回到他 這個在Rabos動畫 我們其實見過 索隆不是很在意這些 一時三刻的勝負 索隆的人經常都在 俗語所謂 捉一盤很大的棋 他看的是一個大片 索隆就說 這裏可能輸了給他們 但我們賺了一件事 是他們沒有法子承受的損失 就是時間了 索隆說我們會贏 這個很符合 我們之前在Rabos也見過 也很符合小說 Timo Fissin形容索隆那樣東西 跟著他們三個團聚 索隆沒有怪責十邊 肯定經過我們人生導師 胡陽教授的點法 那幾句話 很輕描淡捨 索隆這個表情也很好 側側一笑 那我就錯過了跟Azra重遇 然後就抱著Azra 提一提 其實我們之前沒有提過 Azra和Ahsoka 在Rabos動畫裡 Ahsoka經常被一些忠告Azra 當然 但其實有一個 在Rabos以外的2D動畫 在YouTube可以看到的 這個叫做 Force of Destiny 它是一個短一個短一個短 單元幾分鐘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個 就是Azoka和Azra上了一貨 這個我把連結 大家可以自己上網看 這個是在Lofo發生的 回頭說一說 剛才忘了 阿線的演出 我想說 好啊 好啊 Azana和Shango演出 當阿線被他們三個擊敗之後 而Stormtrooper又拋棄他 自己撤退 他那一刻的表情 我覺得 演出是非常之好 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是的 可能又是問Wiki的意見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他不需要很多對白 但是短短幾個表情 你就看到他表現到 那個角色受那種屈辱 早兩個節目都說過 他應該是一個自視幾高的人 但同一時間他也經常跟其他人比較 就是看自己去到他哪一個水準 我高過你幾多 所以他在這裡被他們打敗之後 瞬間他經過了內心很多 掙扎 感受 這個就是 Azana的演出之體 和他的表情 我反映了出來 也看到他對角色的掌握 是非常之好的 這個問一下Wiki 到時看看他有沒有不同的意見 或者看看他怎麼看 但是如果大家翻看的話 可以特別留意這段戲 節目時間太長了 休息一下喝一口水 我們是代碼來的 死不了你 好繼續節目 第八集的導演 Rick Farmuyi說 大家應該不陌生的了 如果有看《Mandallorian》 相信都看過不少他的集數了 因為原來看《Kratis》 他是《Mandallorian》裏面最多集數的導演 他三個《Selius》一共做了六集 哇 Dave Filoni也是做了三集 然後恐龍女 《Blaze Dallas Howard》也是做了三集 他們已經是頭三位了 第八集 《The Jedi, The Witch and The Warlord》 《絕地無事》 《女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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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到XP之後就可以升級了 三個《命運女神》 他們用了《Gift of Shadow》 《暗影之禮》 將她升格為一個完全的女巫 對 還有給了一件神器 這件神器就叫做《Blade of Thousand》 《Blade of Thousand》又不是第一次見到的了 其實就在以前《Kong Wars》動畫中 第六季的其中一集 我們已經見過了 就是《Mathar Thousand》的名字一樣 就是《Mathar Thousand》用的一把劍 劍就是實體劍 但我們稱為《Force in Build》 劍刃部分是比原力加持過的 也有綠色的鬼火走出來 基本上是類模的標誌 但電視劇和卡通的設計是有點不同 沒錯 因為外國有粉絲在爭論 說不是同一把劍 對,我也覺得不是同一把劍 只不過名字是一樣的 對 又或者那個系列的劍 全部都是叫這個名字 對 但其實Morgan拿到那把劍 你都知道她都是 嗯… 凶多吉少 今集都是嗯… 都明白的 你叫李小龍的契女來演出 你沒理由不讓她打 還有那件事是 索龍也跟她說 她說了你留在這裡 我們先走 其實你也預料她是否也會死 她都被人變成棄衆 索龍那一刻說了 貝倫和阿善都不要緊 我們走就行了 是啊 我也在想 幸好我沒有關我 你也知道 所有這些東西都是expandable 對索龍來說都可以放棄 總之她走掉就行了 對,總之我回到她就行了 然後又來了 下一場戲就是 又是我們最愛的 人生導師胡陽教授 我真的很喜歡看胡陽教授 最受歡迎角色 是呀,這集有很多這些 大家經常覺得劇情沒什麼推進 但我覺得第一季可能集中 在人物的發展度多一點 當然你說人物發展 都不是完全 每個人物都有進展 譬如說貝倫 我覺得貝倫的人物是沒有進展 是零進展的貝倫 雖然我很喜歡 Ray Stevenson 演出這個角色 我覺得有點浪費了 是呀,老實說她 她真是零發展 不過這樣說 你有沒有想到她突然間離開 其實他們本身 Date For Looney 都想著是第二季才交代 他們兩個人的故事 你有沒有想到她突然間離開 現在天人永絕 下一季怎麼辦呢 這個角色 沒有發展有事 人生就是這樣 那女演員 她在最後一集 她自己都在她自己的IG上出了一幅 騎著狼的圖 她都說她永遠是她的狼 是 致敬回 Ivaner的IG 師傅 是呀 永遠都是你的徒弟 我永遠都跟著你 或者是讓Wicky來 我們再說多些貝倫這個角色 由她的造型到她的演出 都是很… 很棒 真的很棒 那種… 站出來的那種力量感 又不用怎麼說話 好像已經搞定了 這次整個系列的Casting 我覺得非常之好 出樣子的 例如Ray Stevenson 和Ivinashenko 無敵 我覺得已經 只站出來都殺了她們 例如我們剛才的護讓教授 八聲 David Hannon 演出也是要命的 先回來 人生導師護讓教授 就跟我們… 男主角 銀行魔妻 Azra 哈哈哈哈 有一番對話 這也是很感人 如果大家是Rebels的粉絲 在砌劍 Azra在砌劍的時候 胡陽教授說了一些道理 亦都幫她找回 跟她師傅那把劍 即是跟Canon那把劍 一模一樣的 Emitter的拍子出來給她 這個很圓滿 我覺得她終於找到一件 是跟她師傅 有聯繫 用的東西是一模一樣的 即是一件是她師傅 一件現在她拿來用 全圈圈 致敬 致敬 又是回到舊的東西 胡陽教授 她真的記得每一個 Pada 1很厲害 她拿的容量是怎樣的 究竟是 真是 多厲害 非常之厲害 當然她提供了 Kalen她用她的真名 Kaleb 還有一件事致敬了 Rebels 卡通的激光劍 是很幼的 光柱是很幼的 藍珠角也說了 不行啊 你這樣弄的光柱會很幼 致敬了 不知道是不是在說那件事 對 我們覺得是 但這場戲有個特別的 其實不是說胡陽和Azra 其實這場戲是說Sabine 對話就是刺到Sabine很重的 講師徒關係那樣 徒弟怎樣去看師傅 師傅應該怎樣去看徒弟 她兩個關係其實是 有一個很深的意義在這裡 在她們的對白之間 她交代了Sabine究竟發生什麼事 阿蘇卡為何會離開Sabine 為何會突然停了呢 就是可能怕Sabine 再這樣下去就會跌入 是 可能她怕Sabine 經常想著報仇 因為如果你有看過Mandalorian 你就知道了 曼特羅本身在 接近戰爭的尾聲的時候 被帝國軍轟炸到 變成一個 玻璃的死星 然後又人生對話 是 阿蘇卡當然被胡陽教授指導過 沒有怪責Sabine Sabine也有意外 因為她其實有機會 她怕會被人罵 但是胡陽教授說了 其實可能這個選擇 對Sabine來說是最好的 是 之後阿蘇卡也說了一句 我以前也做錯了很多錯的決定 做了很多古怪的決定 古怪的決定 看空窩都知道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她自己選擇了的 阿蘇卡說了一句 問Sabine 還有沒有練 被人捉了這段時間 有沒有練到 Jedi的絕技 然後Sabine說有 然後她說在劍術方面 她有多些掌握 但是阿蘇卡就說了一句 Jedi不一定要用劍 其實我覺得這句是 回到上一集 男主角說不用劍就你用 我用弦的 那樣東西 她在卡通的 Weboss 師傅也跟她說過 用劍的不代表一定是Jedi 對 Jedi不一定要用劍 所以這件事可能影響了男主角 所以 我記得原來他第一次拿劍是拿師傅那把劍 他偷了上船後無意中在師傅那把劍 又潛到Jedai Holocon 特意給他潛到Jedai Holocon 讓他知道發生什麼事 Asoka也說了Trust into Force 要相信原理,十邊好像開了一點 訓練你的心,訓練你的身體,Trust into Force 信就可以了 Tai Fighter來襲,有一個位置我喜歡 就是Sabin幹掉了兩架Tai Fighter之後 T6是掉落地 他們跑去看後 鏡頭看到胡陽和Sabin已經走出來 在機尾看機損位成怎樣 Sabin很酷地走回頭 走去Asuka他們那邊 經過Asuka就說我們搞定他了 但十邊的視線是一直向前面看的 他就是看著原居民 看著蟹仔有沒有事 這個我覺得不錯 他開始知道了 他就不只是掛著自己 他就關心他周圍,看著其他人 蟹仔的安否是他那一刻最專注的 這個我覺得不錯 整個系列呢 他就其實充滿了這些很柔軟的地方 我覺得很多人看的時候 只是集中了可以看 光劍打得精不精彩 是不是像前串一樣 龍飛鳳舞 太空船追的時候 夠不夠緊湊 其實他有很多微細的地方 如果大家翻看的時候 就是可以自己發掘一下 嗯 我們看到Morgan 對著白兵訓話 是 我們聽到白兵那些是 volunteer 死事 死事的意思就不是喪屍 不是他們死了 意思是他們自願兵 他們自願之後 他們知道自己是有機會會死的 還有有機會可能之後會留在這裡 他們跟不到他們走 所以有機會會死 我相信潛台詞也是我們在後面見到 死了之後可能有些怪事會發生在他們身上 但是很有趣 其實兵是效忠索龍 記不記得我們上一集出來的時候 人們不斷扔掉 然後叫索龍索龍索龍 索龍索龍 但是索龍他自己說是for the Empire 他就不在意這些事情 他也是看大圈 就是整個銀河的結局 整個銀河的秩序 他看 是 但我很奇怪 就是在想 究竟他在說那個 Empire 是哪個 Empire 他自己本身那個 還是黑帝王那個 Empire 我想他沒有一個 他不是效忠一個人 當然他口頭上當然是效忠帝王 但是索龍的人是雙重效忠 是 他一方面是帝國的元帥 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是 他自己 效忠他自己那邊 這個Chis Ascendancy 忠實的愛國者 其實是 他從Uno Region走出來的目的 其實就是要看一下 究竟外面發生什麼事 不要搞到他們 對 其實是Chis Ascendancy的軍 派他出來 他出來要看一下 究竟當時是空窩的時候 我稍後再說一下 大家先記住 索龍有本身他自己的行動 他是一個雙重效忠 他不只是效忠於帝國 但帝國對他來說 只是一個維持著銀河穩定 不要搞到他自己的 對 不要搞到他Unknown Region Chis Ascendancy的體制 這樣就好了 嗯 這裡我們暫時放下 去下一個 騎狼衝來 對 騎狼來到 Azoka和Azora 其實有些對白 又是短短幾句 就交代了發生什麼事 哈哈哈哈 即是說索龍在這裡 叫醒了一些女巫 嗯 經由Azora把罪說出來 嗯 他就說 嘩 即是那些女巫是在睡著 之前推著那些 一個個棺材 究竟是棺材還是冷凍箱呢 裡面是 這個暫時也沒有解釋到 不過不要緊 所以我們走下去了 阿索龍最喜歡的旗盤 接著就叫發炮下去 對 發炮 這一幕其實有些很搞笑的事情 就是外國有網民 剪了End Game 滅霸不夠打的時候 和紅女巫不夠打的時候 接著 滅霸就叫上面的太空船 向下發炮的 那些人是在困難說 為何這麼像這一幕 就是阿索龍圓水 叫武艦 開炮打下面 打他們三個人 騎著那些狼 衝進去那一幕 那些網民是這樣 這個很明顯 但是 其實正常 正常都會這樣做 對 正常都會這樣做 不過他都不遇 他不遇 會發生事情 但是他知道他們跑到門口 用弱勢 即是阿索龍圓 即是阿索龍圓 正常叫他們 他有失望的 即是打他們不死 對 即是打他們不死多一下 其實可能不是想打死他們 或者是打掉他們 令到他們再拖多一段時間 才去門口 也可能 不是講流的 Sabeen Sabeen用劍真的提升了 他現在開始用劍擋到 Blaser 只不過你看到 他還是有點困難 即是笨手笨腳 因為他始終都是 曼特羅人 習慣了用 即是用手擋 下意識的動作 對 所以Asuka 叫他 你用回自己 最適合的武器 所以用槍 對 他們兩個在前面擋 在後面射 這個有效 然後看到 這個大家很期待的 喪屍 真的有喪屍 猜不到 記不記得 我們上次叫大家 看看Cone Wars Season 4 第19集 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有聽我們說話 做了功課 你就會發現 三個女巫 用起死回生的奏紋 跟在Cone Wars那一集 很老的女巫 用喪屍奏紋 是一樣的 為何會有喪屍的 傳言流出 就是因為之前 上第四集 剛剛出了伊樂 還未出他們之前 其實外國有一個傳言 說 阿索隆會有一個 帶著金面具的助手出現 而他們那班白兵 會有一批是喪屍 之後 這個流傳出來之後 大家猜 究竟是否真的 會有一批喪屍出現 所以我們上一集 誰知道今集 一開始 那班白兵死了之後 許完咒語之後 他們就變成喪屍 但是很奇怪 那班喪屍 開頭的時候是喪屍動作的 但是突然間 就變回正常白兵 喪屍下又變回白兵 很奇怪 是的 突然間好像醒了 他們開頭 喪屍不會做自願軍 喪屍不會自願 開頭肯定是人 其實 只不過說你們有機會 索龍問他們 知不知道有什麼效果 Morgan說他們知道 即是他們知道 有機會自己死了的時候 就會被咒文 叫回醫生做喪屍 是的 但是你說說說 忽然之間 開頭很喪屍的 但是跑上樓梯 忽然之又變回白兵 是的 很敏捷的動作 又會開槍 又會爆霉 是的 然後Morgan和Asoca 在單挑的時候 他們識圍在旁邊看 哈哈 這個好奇怪 不知道做什麼 之後怎樣解釋 沒有解釋 沒有解釋 看一下David 我們之後怎樣解釋 但以我們現有知道的話 就是在我們剛才說 空窩動畫的集數裡面 我們看到的喪屍奏物 還有遊戲 遊戲也是 沒錯 《Fallen Order》裡面也有出過的 這件事在小說裡面 有本叫《Death Trooper》 那個喪屍是因為中了病毒 所以那個是Biohust 是的 那個是Biohust 是的 那兩個黑色的《Death Trooper》 為什麼裡面真的是喪屍 剛才打爆了頭盔 就看到裡面是 臉是破壞的 對 臉是破壞的 那兩個是否真的喪屍呢 一開始就是喪屍呢 所以理論就是 有些是有些不是 這個就真是玩自敬了 《Death Trooper》這個 剛才你說的那本小說 本來是EU的小說 《Death Trooper》 是 但是《Rogue 1》出現的時候 《Rogue 1》出現的特種黑兵 就拿了《Death Trooper》的名字 是 變成EU的喪屍白兵就沒有了 抹走了 《Death Trooper》的名字 就被黑兵拿走了 但在這裡 你看到《Death Trooper》 裡面真的是喪屍 真的 是 這個就是向EU的小說致敬了 是 但是你看回《Death Trooper》 如果你看回《Rogue 1》那本 《Wishow Guide》 裡面有提過 《Death Trooper》其實是改造兵來的 就不是人來的 是 但是在索隆那本小說 就是《Treason》裡面 有提到 《Death Trooper》是 除了整套鴿 因為索隆借了兩個 《Death Trooper》給Eli Vito 跟他一起去做一個 潛入的任務 有兩個《Death Trooper》是除了鴿 就是人樣來的 是 至於是 怎樣程度的改造 究竟是《Siphonetic》 還是用生化的方法去改造呢 這就沒有交代 其實 有件事要先說 《Wook 1》 我們剛才在說《Wook 1》 《Wook 1》是 佐治魯卡斯公司 自己開拍的電影 所以這部《Wook 1》 是佐治魯卡斯他們那邊 負責的 Lukas Fink自己的 In-house的電影 對 所以應該接近一點 接近一點 正統一點 不算大家不開心 那幾套 七八九 是 其實Solo 都應該是 Lukas Fink自己負責的 是 所以其實 故事是接近 原住他們想要的東西 是 盡量 當然有人不喜歡 我知道 這些 往後再討論 往後再討論 是 Sabrine和Ezra 走了幾乎上船 還有一點點 就是 Sabrine最後沒有用激光劍 劍統爆了Dat Trooper的頭 那些人說 這一幕其實是致敬第九集的 臭小子 突然間 突然撞劍出來 在後面 撞死紅色龍蝦的頭 是 他說其實是致敬這一幕 是 那我不覺得 寫了第九集 我真的不覺得 沒有了記憶 是沒有了記憶 我那天剪片要找一些片來看 找一點點東西 我用快鏡翻看第九集 我覺得我自己好像沒有看過 之前是 好像跟你一起看兩次 我看一次 第八集我看了兩次 第九集我看一次 我記得 我知道為什麼 當你不開心的時候 腦袋就會 逃避某些東西 令某些東西突然間 沒有了記憶 是嗎 很不開心的時候 我真的好像沒有看過 我只記得最後是如來神掌 我忘記了如來神掌 什麼 是帝王出電 哦 萬佛朝宗 是呀 這些放下不要說 說到Azra 又 Force Jump 是呀 這個又不是第一次用的了 在Rebels動畫裡面 大家經常看到的 試過Azra是扔的 拔到 沒有雷弓那麼遠 是 Darthmore在 金字塔那裡扔過 所以其實不是第一次 是呀 經常都會用到的 所以拔到 他也提議用這個 的方法 對 拔Azra 對 一適用Force 就知道自己一下就可以了 不會突然間 他真的有信心 對 他真的有信心 對 他真的聽了Azra 說 他覺得自己做到就做到的了 對 你一下就行 很厲害 對 對 剛才拿劍那一下也是 對 然後再數回頭 就是開門 開門初時都以為是 猛車邊 多個人幫忙 開到 對 好像力量剛好開到 誰知道原來真的有貨 用不到就用到的了 對 用到就用到的了 有一個解釋的就是 Piridia這個地方 本身就是一個很強圓力的地方 對 你來到這裡 就特別容易開通到的 對 正所謂鎖一鎖輸根活絡 對 鎖一鎖輸根活絡 他們完全去輸根活絡 沒錯 所以Asuka都厲害了 哈哈 每個人都厲害了 Asuka推一推就 Asuka成功上船 但是他也回頭 去幫Asuka 這個就是 又是 記住我們 人生導師互揚的教訓 這次 不要分開 對 你們兩個在一起是好一點的 而且我看到Asuka 轉面看到Asuka回來幫忙 她是很開心的 是 Asuka跟Morgan打這個 又是看得很興奮 嗯 就是Mandororian上次的Rematch 再來多一次 對 我們剛才說 你找到李小龍的契女來 你沒理由 不被她打獄金 不被她打獄金 而且很厲害 她砍爆了Asuka把劍的時候 我覺得 哇 又有新劍出了 你們可以 不是 她弄回的 她跟著 最後那一幕已經弄回了 你看到她腰是掛著兩把劍 我沒有留意 對 對 胡陽教授什麼都有 很容易 那也是 對 可以看到Asuka 又是很擅長奪取對方的武器 就是Disarm你 用你的武器 對 但有些可惜 下季可能沒有Morgan Diana Santo 哈哈 下一季不知道還有什麼 新敵人 對 你的星球 但她的演出很受粉絲歡迎 對 她在Convention 是很受歡迎的對象 如果有 她出Convention 那些人是尖叫的 嘩 但我又真的沒有想過 你萬特安 可以扭到下來的故事 一個角色可以扭到這麼大 是的 故事可以扭到這麼遠 她總有一些 我們那天不是說過Morgan的起源 但她是女巫 是 但看看資料 在Cone Wars動畫裡面 有另一個角色 是跟她同性的 嗯 Elspeth 那個姓氏 Elspeth這一族人 也是被人滅穿的 但就是被曼特羅那些 極端的Deathwatch 滅穿的 有人就說Morgan 其實就是這個女角的妹妹 是 甚至有出過的 是 但是這個Morgan Elspeth 跟我們現在這個女巫 的Morgan 是否同一個人呢 就沒有確認 嗯 網上就是有粉絲 拿出來對照 嗯 究竟Morgan 背後的故事是怎樣 究竟她說她被人滅穿 然後被女巫收養 還是她本身已經是女巫 的血統 但是不是跟達方米亞的女巫一起住呢 這樣 這個不知道的 暫時也 但是這裡留個住腳 才需要看看 官方怎樣解釋 Dave Farroni的老婆 在一本叫做 《星牛大戰》 《複製人之戰》 《光明與黑暗》的故事裡面 那本書裡面 其實是很多不同的作者寫 一些短篇的故事 是 Dave Farroni的老婆 也寫了一個叫做 《北》的故事 都是近次你剛才說的那個故事 是的 都是大屠殺之後有一對 死剩一個這樣 人們就猜究竟是否這一個 就是李小龍的契女 我們拆回空窩的集數 大家跟回這個集數 可以看回自己 了解一下 那一集 這個很經典的一個場面 我覺得也是 《Star Wars》以前 有沒有這樣出過 好像沒有 但在哪裏看過 哥寶拉 哥寶拉很喜歡 在懸崖那裡跳下去 接著她的太空船 Lady拿著太空船 就這樣升起一個棋 哈哈哈哈 很多很多 Azuka這個也是 跟Subene一跳跳下去 我都猜到她是這樣的 原來真的是這樣 因為Azuka先看一看手 他按了通訊器 是的 他看一看 然後好像空有成竹 跳下去 是的 這個 智習武一經典的場面 不知道是否最厲害 是呀 高布拉 高布拉經常都是這樣 接著追索龍 看來索龍也是走得掉的 大家都知道 預算她是走得掉的 但這裏很有趣 索龍開通訊器 向Azuka挑機 是 他說 我看通了你的 戰法 你會怎樣做 因為我認識你的師傅 是 所以我認識你 我猜你 會跟你的師傅同樣做法 但我沒有想過你們會這麼相似 但如果以以前 未升級的Azuka 我覺得Azuka會很生氣 但她現在是很兇容的 是 那就是這樣 在這裏 究竟 索龍和Alec and Skywalker 有什麼瓜葛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喜歡聽就 轉頭再回來 繼續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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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究竟索龍和Alec and Skywalker 有什麼瓜葛呢 我們先前剛才都說過 其實就是在 Timo Vissang 新索龍玄碎三部曲 第二本 第二本小說 叫做 Alliance 同盟這本小說 這本小說 其實就是分開兩條時間線 是 兩條時間線 是 inter cut 交錯交錯的說 故事出來 第一條時間線 就是回到 空窩 第六季 和第七季中間 阿蘇卡就已經離開了 Alec and 另一條時間線 就是 Rebels動畫 第三季 和第四季之間 就是 說索龍和 Darth Raider 要去執行一個任務 所以很有趣 索龍是 站在中間 另一邊 一條時間線 是Alec and Skywalker 另一條時間線 是他和Darth Raider在一起 兩個是同一個人物 但是兩個也是很不同的人 故事就是 有趣就在這裏 逐條時間再說 在空窩的任務裏面 索龍遇上 Alec and Skywalker 其實就是 Alec and 要去救Pak May 因為Pak May收到一個 Tip of 他以前其中一個 女保鏢 Pak May有很多 身邊的那些 女保鏢 其實全部都是女保鏢 是 其中一個女保鏢 就說 在Unknown Legion的周邊 他懷疑有一個 分離軍的工場 在製造一些秘密武器 Pak May去調查 打算和他匯合 誰知道 原來去到他發現 這個女保鏢 他當是朋友 已經死了 留下的線索就有限 Pak May自己個人去調查 但是期間 跟Alec and失了聯絡 Alec and 後來追著 去到那裡 場所在哪裏 這個真的是 直入廣告 我告訴你 場所就是 現在的Galaxy Edge公園 是 Batut 那地方 Black Spire Outpost 這個是直入廣告 是 我們記得 我們開了空投資票 我們會請 卓飛來講一講 但是知道 這個地方就是這裏 直入廣告 Alec and在這裏 遇到索隆 索隆 索隆有一個任務 就是要出來 代表Triss AdSendency 他們軍方派他出來 去調查 究竟 在Unknown region 以外 這個銀鑼的狀況 是怎樣 因為他們聽到 有一場戰爭在發生 他又要看看銀鑼 外面 究竟這場戰爭打成怎樣 他們是言語不通的 其實Alec and和索隆 是靠另一種語言去溝通的 因為Alec and懂得幾種語言 但就不是說 我們上次說過 銀河的基本語 銀河基本語就是英文 這個有個註腳 在這裏 索隆就認識了Alec and 他們就共同去 去調查 分離軍這個秘密工藏 和救Pat May 另一邊 那條故事線 索隆現在已經是帝國元帥了 帝王就給了一個任務 索隆 就跟Dark Vader去Unknown region 外邊那裏 就調查一個 原力的 Disturbance 應該是什麼 他就叫索隆 因為索隆是來自Unknown region 他就叫索隆和Dark Vader 一起去調查 因為Dark Vader 是原力的使用者 一些原力的活動 他要找一個信德國的人去調查 一定是找Dark Vader 左手 對 Dark Vader 就要跟索隆一起去那裏 調查 這裏很有趣 索隆究竟知不知Dark Vader是誰 原本裏面那個是誰 對 他是假裝不知道 但其實他心裏是知道 沒有人說過他 但他能解決到 Dark Vader 其實就是Elec and Skywalker 索隆經常說話 是龐巧側擊的 是 串串共 對 很多事情就是 令到Dark Vader很不自在 究竟這個人 因為Dark Vader 覺得他把Elec and Skywalker 的人格已經殺死了 嗯 那件事 對Dark Vader Elec and這個人 是過去式 但索隆就經常在那裏 捆捆捆 有時候提到 我們以前怎樣 你以前怎樣 不是我們以前怎樣 Dark Vader就說 關我鬼事 對 有趣的地方就是這裏 嗯 當然 在這條故事線裏 亦都要提出 索隆有一樣東西 就是他這個雙重效忠的問題 在Dark Vader的眼中 因為索隆和Dark Vader 是處於一個競爭關係 是 一個是 帝王最信的徒弟 是 因為他是原力那邊 他是Siv 另一個是帝王最信的軍頭 是 所以兩個人 其實是一個競爭關係 在中間的 當然索隆扮得好 但是Dark Vader 很明顯就是 比較 Hoster 就是比較敵意的對索隆 嗯 連帶他們下面的 就是他們的手下 亦都有一個 這樣的敵意的競爭關係 是 但當然最後的故事就是 說他們兩個如何合作 去完成這個調查 亦都連帶他們下面的手下 因為他們是 Dark Vader 要用索隆那隻 Star Destroyer 他是坐茶米拉一起出去的 在茶米拉 Dark Vader 帶了自己的專屬 發兵部隊 嗯 就跟索隆本身的 茶米拉在上面的 船員 就包括Rook 即是他的刺客 索隆那個 是 有摩擦了 怎樣又有摩擦 開始去到 互相尊重對方 然後就 可以合作一起 去完成任務 這樣 亦都要提出一件事 就是Dark Vader 很不滿意 索隆有一個 雙重效忠的問題 嗯 但是索隆呢 就積極去說服 Dark Vader 這兩件事是沒有衝突的 是 即是帝王 派下來給我的任務 我一定會去完成 但是同一時間 我亦都會關照 我這個Tris Extendency 的利益 嗯 但是兩者他說是沒有衝突的 索隆就在這個過程裏面 要嘗試說服 和證明Dark Vader 這兩件事是沒有衝突的 嗯 當然也領導到第三本小說 就叫做Treson 第三本小說的題目就叫做 叛國 你先賣個關子 我們不說 留下我們說索隆完遂的節目 我們再說 好 但是這一點 大家就知道了 索隆和Elecant Skywalker 和Dark Vader 兩個人物 兩個人物 我這裏說 都是有關係 而且是互相認識的 嗯 而且是非常了解那隻 是 所以他才在這裏 這裏不是Dark Vader 亂寫的 這裏 其實已經是一本小說 早於 第一本是2017 第二本 就是Alliance 這一本 就是2018 然後Treson 就是2019 我想其實Tempo先生 很多產 每一年就出一本小說 嗯 非常之不得了 當然他之後再寫了三本的 索隆前傳 嗯 我們留下說索隆的時候 而且你知道索隆 我們剛才說過雙重效忠的問題 索隆這個名字 就不是他真名 是 就是Treson 裡面有一個名字 他叫做 索隆Oloodo 哈哈哈哈 索隆只是拿了他中間 比較容易發音 那兩個音 就讀出來 為什麼呢 為什麼他用索隆這個名字呢 就是因為Elecan讀他的名字 就讀完所有音 但就永遠讀不適 即讀不成 索隆就糾正了他幾次 但他也是讀不適 每個音都適合 但拼在一起就不適合 於是 索隆就說 不要搞了 你簡單點叫我索隆吧 專門的 不知道 那裡真的挺有趣的 他們相遇的時候 Elecan和索隆 那個相遇是挺有趣的 兩條故事先 一條是輕鬆一點的 另一條是很黑暗的 其實是很黑暗的 這本小說的體材是挺有趣的 挺好看的 所以索隆 你說認識不認識阿蘇卡呢 理論上他是不認識阿蘇卡的 唯一是一次 Padme提過阿蘇卡這個名字 在索隆面前 但就沒有說到 阿蘇卡是Elecan的徒弟 他提到Elecan曾經有一個徒弟 他也提到阿蘇卡 但就沒有說阿蘇卡是Elecan的徒弟 講起索隆這個 Alliance這本小說 我們上次不是提過他會轉漫畫的 因為有讀者在我們節目下面留言 就說應該是四期不是六期的 我們也找回資料 其實當時我看的資料是 CBR.com那個漫畫網站裏面 出的時候 那個網站是說六期的 現在讀者就說在 Marvel那個漫畫的APP裏面 是說四期的 應該可能資料上面更新了 是變回了做四期 所以補回資料 就是多謝讀者 告訴我們 改正的資料 這本小說 我們剛才講過Elecan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上一集的節目 就講了Vader的部分 包括Vader 譬如握個Tie Defender 和索隆原本有一個 敵意的競爭關係 到最後他們是 互相的理解和尊重的 這個你可以聽到我們 上一集的節目 給我把連結 聽到Vader的部分 上次我也提到 有些Triss Ascendancy的 東西和我們銀河裏面 他們都是我們銀河的部分 但他們在那部分 我們上次提到 叫Unknown Regions 即未開發的未知領域 他們叫自己這個地方 叫做The Chaos 混沌世界、混沌宇宙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充滿了一些 我們就提到Hyper Space裡面 有很多不可以通航的 重力的Phenomenon 譬如黑洞 一些油星 Chaos裡面就是充滿這些 是很難去導航的一個 奏域 還有一樣有趣的事情 Triss Ascendancy 他們是沒有機械人的 亦都沒有導航電腦 他們用一種很特別的方法 導航 就是跟Force有關係 但是Triss Ascendancy 對Force的理解 又跟我們在這個 他們叫我們做Leicester Space 即是我們既有的星球大戰 開發了的奏域 他跟外面的理解 對Force很不同 索隆對於Elican 能夠用Force用到這樣 又可以跳 又可以用劍來擋擊光 甚至可以遇見未來 這些對索隆來說 當時年輕的索隆來說 是完全是一個全新的體驗 因為沒有人這樣用Force Triss對Force的理解 只是停留在他們需要用的東西 他們完全不知道Force 原來可以這樣開啟 那麼多不可思議的能力 是的 還有在Chaos裡面 他們叫原力 他們沒有一個統一的名詞 去形容原力 在Triss Ascendancy裡面 他們稱為The Force 為The First Side 第三感 也有第二感 不過這個我稍後再說 也有另一些種族 稱呼The Force 為The Great Presence 一個偉大的存在 即他們聽不到的 有些人叫做The Beyond 有些人叫做 也有其他名字 但是在那一個族裡 那些住民對Force的理解 跟我們意知星球大戰的東西 是很不同的 是 剛才說到索隆聽過Pedmita 在Asuka 其實Asuka另外還發明了一件事 是被索隆凹了來用的 在Kone Voice的動畫裡面 是出過的 叫做Mark Sabelle 其實這個又不是Kone Voice 是原裝的 這個其實是在Timothy Seng 帝國繼承者的小說裡面 第一次出的 但是Kone Voice就拿了來用 現在在最新的小說裡面 Timothy Seng 又把它扭回頭了 就變成這件事 原來是Asuka發明的 Elegant拿了來用 Elegant和Pedmai 就把這件事告訴了索隆 索隆就承受了這個戰術 這個反盜戰術 其實是把Star Destroyer 是水平 你當是銀河的水平面 他很喜歡把Star Destroyer 扭折它 背面向著敵人 但是肚子下面的戰鬥機 就在另一邊 不停地扭出來 他有一種這樣的戰術 這個戰術 就不是索隆發明 索隆很喜歡用 但原來不是他發明的 原來是Asuka的 他倆其實是有一些冤緣 在這裏 Timothy Seng 把他們在新的索隆 原稅小說要編成 加上一個這樣的聯繫 所以索隆第一次拿到 Datapad 看到Asuka原來是Elegant Skywalker 的徒弟的時候 他也有點驚訝 就是這樣的原因 嗯 最後就是索隆回去 直到達科米亞 看來他跟呂毛這個 unholy alliance 約定 之後會怎樣發展呢 不知道了 各取所需 他也搜尋了他的 他那邊的索隆 就是把呂毛帶回去 達科米亞 留意曼達安人第四季 我猜曼達安人第四季 有機會有 有消息就是說 如果罷工完成了整件事 因為他說第四季 其實本身已經寫好了劇本 只不過是罷工期間 不可以開始拍戲 他說其實一結束後 就會開拍第四季 跟著應該是2025年 會在Disney Plus上映 那第四季 我相信也會設定 Darrett法朗尼 接下來的電影 希望啦 現在變成 Sabine和Asuka 就留在Piridia 是 還有貝倫和阿善 大家很關心阿善 現在阿善變成了 山賊的首領 一把劍出來 就像吹雞一樣 做了山寨王 對 然後貝倫這個也是 大家又尖叫了 因為貝倫再出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貝倫站在一個石像的手上 上面 就站在石像的手上 而石像的手指向一個方向 在遠處看到一個塔閃閃閃閃閃 好魔界 總之切回來就看到好魔界 是 就是父親和父親 這個貼中 肯定跟Mortis有關 我們知道 其實不會不中的 很多人都猜中了 其實回到Mortis的故事圖 究竟Piridia這個地方 跟Mortis有什麼關係呢 是 但就 抱歉 下一季分解 下一季分解 如果有下一季 但這裏就有一個 令大家心惡的一件事 就是Ray Stevenson 不可能回來再做下一季 當然 其實有點可惜 是很可惜 下一季怎樣處理呢 就要看他們 因為其實貝倫的角色 在今季是零進展的 我跟你說 是貝倫的角色 是沒有發展的 沒有發揮 是 純粹一個 只是帶出一條線 對 好像一個Port Device 去刺激阿蘇卡 去帶出一條線 還有他要做的事 是完全沒有說過 究竟他要做些什麼 是 還有很大的謎團 在他身後面 究竟Piridia那個童話故事 是一個什麼故事來講 這個也是沒有交代 我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覺得迪士尼 突然會去出本 故事書是星後大戰 是說這件事 即是給小朋友去讀一些 是嗎 那你要知道的 銀河開拓使第一部 第二部 第二部 第三部 對 其實真的像星後大戰9集 對 456 123 789 阿蘇卡最喜歡第一部 即是456 對 暗藏現機 阿蘇卡和Sabine 留在這裏 也看到 Mori出場 我們看到貓頭拍Mori 大家如果有聽我們之前的節目 就不陌生 如果不知道Mori是什麼 可以按回這個節目 找回那個時段 貓頭鷹摸了那個部分 大家可以再聽 但你既然出得Mori 這個地方是有 不知道貓頭鷹怎麼飛 他們有一個 HIPER SPACE TUNNEL 等於路風那些狼一樣 南半球去北半球 已經 潛下潛下潛下去了 即是貓頭鷹可以進界中界 對 本身上次出都在界中界裡面 界中界裡面 點條路給Azra走的 我知道為何最後出了 Elegant Elegant Elegant當然是貓頭鷹過來的 不知道 Sabine又感覺到一些東西 然後阿蘇卡回頭看 應該也感覺到Elegant Elegant這次真的是 偶像偶像 正如我們上次所說 如果他在現世界出現 他就會一個偶像的樣子 但如果在世中世界 他就是一個普普通的人 是 的樣子現身出來 不錯 真是俗 記得之前那天 大家看到流眼淚 很多人說 Sabine和Asuka 就換了Ezra 回到我們的花花 Away銀河 Ezra又是假裝Stomp Trooper 其實在Rebels 已經經常都假裝Stomp Trooper 是老手來的 所以這裡不要爭 究竟他怎樣偷到穿梭機 不要爭論 究竟為何 命運三女士 為何在太空船裡 感覺不到他 JEDA有一樣東西 是可以禁止自己的氣息 令到別人感應 JEDA可以隱藏自己的氣息 讓其他人感應不到他 這樣是有的 但為何說Sabine 看到三類毛的時候 三類毛馬上說 聞到她有一股JEDA的鎚 其實很簡單 就是Sabine不懂 我還沒學到 對 他還沒學到 大家想一下 其實Yoda 躲在星星那麼多年 都沒有人找到他 當然有小說是交代過 為何找不到 Obi-Wan也是躲在星星 都沒有人找到他 看故事就不要拼搏 有時候 我覺得 另一個很Cliché的 就是 Chopper最先認到 Ezra 好像動物一樣 這個也是 秉承一下 Dave Verloni Dave Verloni的形容 就是 如果R2D 是一隻中心的 木羊犬 Chopper是愛搗蛋的貓 用動物來安排 Chopper第一個認到 Ezra 但是Ezra 和Hero在一起 我們在 Mandalloran第四季 有沒有機會見到他們呢 有機會 我想 應該整件事 所有故事開始 連在一起 都懷疑 Dave Verloni 是否想做 Marvel 那樣的 鋪排 慢慢把所有東西 在帝國繼承者 聚在一起 那時候 收尾 對 亦有可能是 雙線進行 阿蘇卡 和Sabine 貝倫 阿蘇他們現在留在 Piridia 是 這是遙遠遙遠遙遠的 小銀河 那裏 可能是另一個故事線 完完全全 分開了 一個比較 神話色彩的 星球大戰故事線 但在我們這個 遙遠遙遠的銀河 那裏 就回來 變成一個 比較寫實 軍事風 這類 就像Mandallorian 那種風格 星球大戰的東西 做下去 是 另外又有其他 不同系列的電視劇 例如Andor 一個很嚴肅 很黑的 諜戰片 接下來又有Skeleton Crew 這個擺明是 向低年齡層 進攻的一個 真人 電視劇 基本上 他現在看來的 方法就是這樣 大包圍 每一個星球大戰層面 年齡層面的 粉絲都想一些 去攻擊你們 隨便令到 有一件事會中 所以 說回來 其實 Azuka這個系列 即我們回合 你說是否真的 一定要看完 動畫 小說 才有資格 去看Azuka 意思是 要完全看得明白 Azuka這個電視劇 其實也不是 我覺得 當然 如果你看過 動畫 或者這些小說 再看Azuka 開心點 有個趣味性 會開心很多 但未看過 是否不能看 我覺得絕對不是 其實他也是一個 很好的切入點 就是你現在看了 Azuka這個電視劇 你可以回頭 去發掘 他們以前這些人物的 背景故事是怎樣 嗯 已經有一大堆 現成的節目 我覺得其實是挺好的 就像你剛才說的 會不會好像在走Mathel 那樣 你記不記得 當時我們自己 即我們未做節目之前 我們自己吹水 為何現在Mathel的 電影 電視劇 會越拍越多 就是在說那樣 好像公仔書 或者小說 你看了A 那部分 不是 你看了C的部分 你想看其他事情發生的 你就自己去 開另一本書來看 或者什麼 他其實也在說那樣 就是我正在調整DCD Plus 你想看 繼續用DCD Plus 我們所有東西都齊了 你喜歡開哪一本書來看 就哪一本書來看 我不會再浪費時間 交代之前發生過什麼 或者說什麼 你要知道的話自己看 都是一個Marketing Scam 每一件事都影響不到對方 你可以獨立看的 但是你想知道多些嗎 每月給月費 78元可以任看 我不是 加價了 是呀 接下來加價 還不可以分享 現在標美會好像有 給了一年年費 好像有兩個月折扣 是啊 看看吧 不是賣廣告 事先聲明 我們有沒有收穿 DCD Plus有些東西不能看 譬如我們上次說過 很多這些 Dave Verloni的訪問 DCD Plus是沒有的 在哪裡可以看到呢 其實在 他出的DVD 和Blue Ray後面 他有Making of 是 他有一些Making of 和Audio Commentary 是有很完整的 Dave Verloni 和編劇在那裡解釋 每一個創作的思路 和怎樣製成 那個過程是怎樣的 譬如我們剛才說 Mortis的故事軸 其實他說 是根據 佐治努卡斯有一本手稿 一個Binder 一個Folder 把佐治努卡斯的手稿 釘在一起 就是講有關元曆的起源 其實Mortis的故事 就是基於佐治努卡斯的 notebook 將它具象化 即有人物等等 去講這個元曆的故事出來 其實裏面應該有一部份的東西 都是牽涉到 原本佐治努卡斯構上的七八九 就是那個精神在裡面 現在Dave Verloni想做的東西 就好像將那個 七八九沒有實現 沒有體現出來 那些佐治努卡斯的精神 就放在他現在的電視系列上 嘗試做出來 我自己有這樣的理解 不知是否 大家自己不妨去發掘一下 這些材料自己去看 看看有沒有 你看出來 另一個看法 或者另一個角度 可以跟我們分享 可以留言 或者寫信給我們也可以 email email 對 對 其實很多有關佐治努卡 都還未完全是 串在一起的 譬如在 Bad Batch動畫裡面 我們就看到 帝王的寶山 在Wayland的Mountantus 其實這個也是 在帝國繼承者的小說裡 拉出來的 佐治努卡斯也跟Mountantus 有一個關係 因為佐治努卡斯有很多秘密武器 其實是在Mountantus 那裡拿出來的 那索龍知道Mountantus的存在 但Mountantus 在The Black Batch裡面 最下是怎樣 未分解的 因為Bad Batch 還是第三季未做的 這個我們遲些 就可以清楚多些了 好 那下一次回來 就等下Wiki 再跟我們說一下 星頭大戰 嗯 這個批鬥 批鬥大 因為他比較忙 現在處理他 新劇的後期 是 那我們等他搞定 是 預約時間 我們其他節目 都仍然會繼續 上架 還有一件事 罷工完了 那我們就陸陸陸陸陸陸 看到 阿蘇卡的卡士 就開始在網上放閃 是 不過這些閃的東西 我們留下 下一次月刊 我們再一起做 即是在罷工那裡 一起說 是 但是 有機會慢一點 因為我們也有其他事情 搞的 是 那就 下次見 是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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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